变量层的加工 再往下看 这里呢就还有一个3D等间距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轮廓了 我们不选这个了 我们选到out 选这个轮廓 我们选择这一个轮廓 现在呢我们把它用到3D等间距 用讯息的方式来做 从内到外 好我们算出这个道路看一下 好道路计算完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加工呢我们看一下 跟我们前面说的这一个 这一下有什么不同 我们看一下这两件是什么不同 而我们前面的这个呢 是一个环绕的加工 一个环绕系的加工 它就说它是在这个从顶上 从顶上看下去 它在XY平面的布局呢 是一样的 但是在3D方向呢就不一定 我们看到这些道路线非常的稀疏 好 但是呢 这一项是3D等间距 也就是说它在3D方向 这个道路的间距呢 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叫做3D等间距 3D等间距加工 而且它的进到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直接是在曲面上面进到的 这上面 曲面上面进到的 这是一个3D等间距的加工 菲利舒奥的呢 也就是这些 当然我们常用的有几种呢 常用的一般 这个环绕的加工要用到 这一项要用到 层洗要用到 变量层用到 而这个3D等间距呢 我们就说相待的说用的还比较少一点 但是在这些里面都是菲利舒奥里面加工都是 金加工方法里面占主流的 都是要求熟练的掌握的 好我们再看一个 金加工里面呢 还有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我们在上两个行枪模具跟行星模具的洗血里面呢 就用到好多次 我们就不说这 跳过这一个不说 我们说第二个 这个是区分角度 这一项的加工呢 它就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白脸一层加工 区分水平区域跟陡峭区域是一样的 不过这里面呢 方法呢就更加多种多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还是选外面的大轮廓 选外面的大轮廓 好 现在它这里就区分一个水平的区域 这一段是水平区域的参数 这里是真实的环绕 我们看一下 下面这一段呢 从这个起到下面呢 这是一个 从这一段 这一段到这里起的 这两个直接呢 是表示一个 陡峭区域的参数 当然我们可以 不要水平区域 或者是 不要陡峭区域 都是可以的 它的加工方法就多种多样 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先保存一下 我们刚才看到 在这个白料里面的话呢 我们的水平区域呢 只有两种方式来洗血 一个是 我们的环绕加工 一个是平行加工 但是呢 在这个一角度惊喜里面呢 我们就有很多种方法了 有环绕 平行 还有一个3D step 就是说一个3D等间距 我们刚才说的3D等间距 好我们看看 试试看 怎样用这个 一角度惊喜 来做到跟 我们的 沉洗 跟我们刚才的白料 做到一样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是 平行加工 平行加工的时候 走的是双向 0.6 好 这里的 陡峭区域的加工 我们走呢 我们可以当然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走 等高的层 或者是直往下降 这个是说从 下面来 这个是上下 上下都允许 一个从下 一个从上 一个从上下都允许 还有一个是变量层的加工 变量层的加工呢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就说 在平坦区域的话 道路方向会密集的 当然我们现在是 选这个 等高的加工 不选变量层 选的是讯息 好 这一个呢 就是控制它的先后了 是哪个在前面 洗 洗靴的讯序 哪个在前面 我们可以控制 水平区域在前 好 这一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是 水平区域的洗靴角度 也就是说 洗靴的时候 平行的 平行的 走道的方式 这个走道的 道路轨迹 与我们 X周的夹角是多少 这里呢 比如说我们 跟写刚才一样的 写了45度 好 下面这一项 下面这一项 这一项的话呢 就是说 区分我们的 水平区域跟陡峭区域 也就是说 水平区 平坦区域跟陡峭区域呢 它们以多少度 为一个分 一个分界线 比如说我们还是50度 这是我们限定一个深度 在这个 上面台上的0.1 我们计算一下 看看 好 大陆计算完毕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看一下 它与这个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走 承袭的时候呢 这外面是有 一个尽到圆弧的 而这里呢 我们像 跟菲利舒尔一样 它是在曲面上面尽到 还有就是 我们在设参数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 设参数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 它是没有一个重复角度 跟一个偏执给你选的 也就是说 刀具 也就是说 没有这一项参数给你选的 我们在ballet里面的参数 没有这一项参数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惊喜所有的 按角度惊喜的所有里面 它是没有这一项参数 跟这一项参数给你选的 这是新方法里面 没有这两个参数选的 它们是 走到方式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当然你也许会问 什么时候用 我们的传统方法 什么时候用我们的新方法来 这个的话呢 其实区别不是特别大 除非那是很特别的图形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就说 底下 要做平行席的 而我们就要做平行席的 不是在上面 是在下面 而侧臂呢 我们是要做环绕席的 那种呢 我们就是说 比较适合这一种 比较适合于我们的传统方法加工 但是呢 可以告诉大家 很明白的告诉大家 我们的新方法加工的话 要比 我们的新方法加工 要比我们的传统方法加工呢 得到的曲面质量会更高 好 我们 这就是说 一个新方法加工 跟我们的传统方法加工 它的区别 好 我们再来往下面看 这里呢 新方法加工里面呢 就有一个 这是一个投影线的加工 投影线的加工 它就是说 通过一个 一条曲线 把这个曲线呢 就投影到这些面上面 好 我们这样来做 我们现在呢 就随意画一个 随意画一条曲线 好 就画了这个面上 就画了这个面上 当然这个 这个曲 投影的话呢 是往哪里投影都可以的 我们很随意的画一些曲线 很随意的画一些曲线 好 就画这样一条曲线 我们要把这条曲线呢 投影到这上面来加工 也就是说 是我们的这条曲线 投影上来 在这上面画一条曲线 刀路在上面走这条曲线去 找一个 走一个深坑 比如说 现在 我们选择 当然我们现在是 这有一个开放轮廓 跟一个封闭轮廓的区别 开放轮廓呢 就表示这条 我们这条曲线呢 是不是封闭的 当然 封闭轮廓就根本不用说了 它是封闭就是封闭轮廓 我们现在的这条曲线是开放的 所以我们选开放轮廓 好 曲面我们就选择这些曲面 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曲面 选择轮廓线 好 我们现在走到这条线之上的 我们就走 这下面呢 就给零 好 选择这一条线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那边走过来 我们注意一下选的顺序 从那边走过来的话 来选这一条开始 这是一条线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刀射小一点 我们射到 阿罗斯的刀 选阿卓斯的刀具 这里呢 我们就选阀向的 也不延长 就走到这个位置 我们也不用 用不着延长 安全感动不变 曲面余量我们不留 好 我们注意一下这里 现在的这个宽度呢 它表示的就是 我们就说 现在是要走一条单线 还是从这边就是说 这条线有宽度 走过来 走这样一个宽度呢 现在我们设的是零的话 就是走这条单线了 好 这条单线的话 我们就说 在深度方向是否要分层呢 深度方向是否要分层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分层 深度方向分层的话 在这里的设置 那么可以是 曲面直上 曲面直下 这是一个曲面法向 一个曲面的 投影的法向 而这一项呢 是一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一项 这一项就是在曲面直上 多少 在曲面直下 多少 当然 现在我们选的话呢 就选择这个 你这些方向为准 在曲面直上的话 我们在曲面直上 不要 就刚刚好第一道 就提到曲面 在曲面直下 曲面直下 比如说我们 负下去四个毫米 这个速度不能射负速的 是 射到四毫米就行 就是表示在曲面直下 四毫米 它是取的是一个绝对值 好 这里来是道路 是否是 刮脚的时候 是圆脚 但是我们正常是没有 没有一个角路的 选圆脚不选圆脚 都是无关紧要 我们再往下看 这里来就表示一个 走的顺序 走的 走道的方式 是 我们现在把它选到 双向的喜序 好 我们来 计算一下 我们看到 算数这个道路呢 非常快的 好 这里也看不到 把它 再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放测试图看一下 这是最大一个 投影架构 道具从这里起 依照曲面的起伏 做它的投影加工 这是一个投影加工的方式 好 总的呢 各种使用加工的 加工进加工的方法呢 具体来说呢 就是这几种比较最常用 可以说有这一些的话呢 我们就 加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 流线洗 清脚 跟我们的开促功能 再加上我们的传统加工 跟我们的 这些新方法里面的加工 这一个是我们的 水平面加工 跟我们的巴列 还有这里面这些 诸如此类的 平面加工 环绕加工 这些跟飞书啊 是一模一样的 这些加工呢 我们就可以有这些 有这些 各种各样的加工方法 我可以满足工作中间的 一切需要了 好 各种金加工的方法呢 然后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